墨西哥地质调查局 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多样化 丰富和复杂的地质区域之一 墨西哥地质研究的历史始于19世纪初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于1944年启动 通过成立指导委员会 对墨西哥的矿产资源进行研究 它的主要功能是对本国矿产地质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大彩区 这个组织开始发表 与美国地质调查局合作搜索 战略矿床的研究结果 包括银 铁 硫 放射性矿物 拱 剂 锡 碳 蒙和光学放解石等 该委员会于1949年到1955年 更名为国家矿产资源研究所 随后改为非再生资源理事会 直到1975年 同年改为矿产资源理事会 于2005年更名为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 该名字一直被自豪地沿用至今 我国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其战略部门 并将它们转换成所有居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国家 正在改变和进步 因此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的使命 正是致力于推广对墨西哥地质的认识 促进和传播对它最有效的应用 为矿物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促进投资 以及提高竞争力做出贡献 并通过地球科学专家的努力 提供从未在墨西哥公布的 最新最全面的地质信息 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我国的地质需要一个专门的组织 进行各个领域的研究 并服务社会 测绘 矿物地质 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 共同组成从不同角度 对于一个国家地质最核心和最基本的认识 它们所包含的信息 对于金属和非金属矿藏 碳氢化合物 煤 放射性矿物 稀土 和盐化合物的勘探 是非常重要的 测绘的重要性 包括从盐土 矿物资源和石油资源 地下水 盆地 盐秋 对我国的土地变化进行各种研究 以及对基础设施如 桥梁 公路 和水坝的建设 为国家地域分区 并产生对地质灾害和污染的预防研究 以及为地质医学 水文地质和地质旅游 提供重要的认识 任何用户都可以以打印或数字格式的方式 咨询这些地学图 制图在实质性方案 由策略性地分布于墨西哥境内的各个区域办事处展开 并由在伊达尔格州的帕丘卡中央办公室监督 地球物理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使用最新的技术和方法 进行空中和地面的地球物理工程 著名的高光谱成像调查飞机 空中国王 以及空中顺变电磁仪 可从直升机记录到400米深地下的反应 使用测井、电气方法、重力测量和土地磁墙 可详细评估与矿产资源、地下水或洞穴有关的影响城市住区的异常情况 上述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推广对墨西哥地质的认识从而最终鼓励投资 采矿业形成了在世界整个经济中的第一个环节 在矿产开发的计划中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进行地质研究以确定开采项目的可行性 并将通过公开招标尽头 此外将对墨西哥中小型矿产开采企业的支持和地质咨询方面 给予优惠条件 包括开采批准和预定证明 对于采矿单位的位置及其经济潜力的认识 能够推动我国许多社区的发展 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能开采最好的矿产 有时是唯一的选择 从而创造就业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实验室的综合服务 具有最高的科学标准和世界一流的质量 调查局共有两个拥有尖端技术 和各方面专家的专业实验室 以确保化验和冶金测试的质量 以及对矿物的有机质含量测定的研究 试验中心策略性地位于我国的北部和南部 在瓦哈卡州和奇瓦瓦州 在该地区还有两个试验工厂 以确认从试验室获得的结果 从而确定冶金厂的最终和最适合的设计 其服务范围的多样性 给决策和促进矿业投资提供了信心和保证 为墨西哥提供了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 发电是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 以确保我国的整体发展 而墨西哥拥有能源矿产的大型矿床 因此墨西哥地质调查局 进行对煤和与之相关的天然气储量的研究 以确定每个煤区的潜力 从而在公开竞标中提出开采领域 使之能以较低的成本 为工业和一般民用提供能源 此外墨西哥地质调查局研究了放射性矿物 特别是油 以拥有能源的另一重要来源 并在未来对其安全和负责的使用 得益于对国家能源矿产的认识 我们的土地得以为墨西哥更好的服务 环境地质 对我国富饶的自然环境 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负责的管理 需要对其领土的地学知识 及其地质现象认识的支持策略 我局提供了详细而广泛的研究 以防止和减轻因自然原因或人为活动 而引起的风险和危险 以保护、缓解和恢复墨西哥的生态系统 此外 人口和城镇的持续增长 需要对农村或城镇土地的适当规划和开发 这也需要地球科学的精度和准确性 以根据不同的使用或用途划分区域 界定自然保护区 同时使自然资源可得到持续性的有效利用 此外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展开研究 以找出安置和更好管理城市固体废物的最恰当的地方 避免因其酸液或残留物泄漏而污染土壤和流域 以及损害健康 地下水文学 为了了解我国水利资源的现状和潜力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进行了水文勘探 评估和水文地质建模 以了解含水层系统的位置 功能以及定性和定量分级 同样对地球化学表征进行了分析 检测了现在的污染物 或可能导致未来污染的因素 卫星景象和地球物理方法 强化了现场分析 根据我们的建议 当局拥有了管理重要液体资源的坚实基础 数字地球科学 得益于墨西哥地质调查局专家的工作 GeoInfoMax是一个数字资料库 可提供72级特别数据信息 可以快速可靠的访问 从而可以准确决策 并节省研究和咨询的时间和成本 它也有地理信息系统和其他信息系统应用 全国最大的地理和地质图书馆 地球科学文件中心 在墨西哥地质调查局的地区办公室处 和墨西哥城设有网点 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地球科学最大的收藏品之一 并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地方方便地进入 它是推动开发项目透明度 投资和整合的战略工具 及所有墨西哥人民的社会福利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的六年计划 打开了机会的新领域 其中特别是地质医学和地质旅游 加强了国家发展计划 以及进一步促进墨西哥需要的巨大改变 地质医学 在地下某些矿物或化合物的浓度 可以是对健康不利条件的原因 因此 从健康科学的角度来看 地质医学链接了健康状况的各个方面 因素和地质环境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提供了当局能够建立预防措施 如必要的治疗方法的关键信息 得益于在该领域持续的专家培训和购买适当的设备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继续使自己更加专业化 以提高墨西哥人民的生活质量 人类天生就是探浅家 没有什么比发现我国的自然风光和奇迹更加迷人的 因此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有经验和准确的数据 向国内外游客说明他们所访问的地方 由于其地质的独特性而产生的吸引力 也助于更好的规划和利用新的旅游区 特别是向国家各州提供需要的信息 以使他们从当地的美景中得到最大的收益 我们的生活取决于地球及其资源 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 共同生活并创造未来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 对我们生活的土地有深入的认识 从一个半岛到另一个半岛 并将信息共享 使我们共同把墨西哥变成一个 更高效、可持续、繁荣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 墨西哥地质调查局 墨西哥地质学服务 采矿协调总局 经济部 共和国政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